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个醒来后又有灵感 可以穿插一集 报告给大家 如果什么呢 因果 现实报 有人提到这两个字 就觉得 看不见摸不着 他是被教派 拿来借用以后 不太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所以不以为然 实际上它就是自然规律 因为怎么怎么样 所以 科学道理 一样 那拿什么举例子呢 遗传 我们不说这个新闻报道的 一些个别现象 那都是假的 那这场跟我都没关系 那狗咬人不稀奇 人咬狗我才看 那电视电影 我们看的是热闹 包括什么 元宇宙 举你人生 我们是没有那种精力 才会去体验 但是这个不是 我们举我们最切身的例子 说遗传 你父母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他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他 这个切切实实就是这样 有些人还没有 明白 那你如果再说 只说性格也是如此 你说父母爱钱 那你就 对这些观念 一定 在脑海里面会有纠结 可能小的时候很顺从 长来又很叛逆 但是 这就是一个结 你来到这个家庭 来到这个地方 就会受环境的影响 难免 而且不止一代 三代 五代 你娶错一个妻子 要影响这么久 那爷爷奶奶 也要遗传四分之一 然后老爷四分之一 父母二分之一 这都科学 概率 当然了 在这个概率背后 那四分之一 是谁决定的 有一日 不行的手 冥冥之中 不过没关系 这个还会跟你的 本性 本人 所做 尤其后天 这一生 还能改变 那你如果也不改 我就认了 奶奶吧 你自由 本性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就自由落体 你先天遗传不好 后天教养又不好 那就没有别的了 只有这两样 教育 有教育的用 那不然教育什么 你父母强势 你就宽宁 到时候你可能 比他们还强势 你说没关系 我不要孩子 这五分之内 都会有影响 都会有牵扯 你走了 还没完 说的轻松 不要 正常人 满天生活 多孤独 多痛苦 甚至死 都没有 安身之地 那是不婚也鬼 不得学计 有那么个阶段 到时候你就知道 想的太简单 什么都不懂 你再想想 你找过的对象 是不是跟你家人都很像 甚至你的性格 是不是跟父辈人都很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